马斯克在发中文动态 与自己的去世前的愿望有关 凤凰网科技讯 11月26日消息 昨日晚间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在微博发表中一文动态 如果我们能够在火星上自给自足 就代表着人类已经通过了宇宙大山险的条件之一 届时我们将成为星际公民 值得一提的是 马斯克曾在10月份的特斯拉2021年股东大会表示 自己的目标是在2050年前 在火星上建立一座拥有一百万居民的城市 并在那里建造一座特斯拉工厂 他当时表示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发展为什么样 但是希望在去世之前 能够在火星看到特斯拉外星工厂